嗯,PO应该是在中期了 最后然后来到了MTG 没错 好,来看一下地图搬用的情况 MTG这一侧感觉发射还是会搬掉的 狼队的搬出就不好说了 难道像山景搬的次数比较多 包括枪火 但我觉得面对到MTG 只要搬掉顾比 目前出现度没那么高的图就可以 别装了,狼队 黑花都市直接来吧 不要搬了 看一下今天MTG说不定后面的时候选 还是搬了 黑花加生理一技 这张地图生理一技 其实也是狼队的一张补入热点地图 对,那看一下MTG这一刻的话 热点 那感觉阿肯加一个军蟹库这样子吧 其实他是比较常规的 如果是这样搬的 我阿兵真是笑那么开心 什么意思 阿肯加海运小镇 军蟹库直接搬 没有什么太多的悬念吧 最后一张给到了军蟹库 果然狼队的BP的话 在爆破和控制当中 基本上没有太多的变化 或者说整个CUDM队伍的BP 都不会有太多的变化 在那个版本来讲的话 有点齐形了 同时也跟可能跟阶段一有一定的关系 大家也不想把自己太多的训练东西给拿出来 闪光 感觉没什么必要的 直接 本居上前面没原因 我觉得你更需要上前面 先看金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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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他们尤其你跟我的结果的话 你埋在那 然后我就直接就走了 你埋在那我就直接去帮A了 金箱可以帮你 你直接帮我帮点 让君箱回来 帮你看着金箱有没有出来 哦 三镜头 创总在丢了你门口都没有 可以就这样完美 金箱可以帮给他 美 我没有君子走回来看 好的 我先去跑到崩下黑车的 我扔克雷我就拐过去了 我丢克雷我就过去了 创总门口先别急啊 创总门口先别急啊 假如他来车抢G 你来崩的话 拿了一炸他就完 然后我反正我先去跑到 我先去跑到 去打 创总路地别炸 狼队在拿到了选图选边权之后 选得到了山顶别处 这张图也是他们百分百胜率的一张图 两场两胜 而MTG目前还没有打过山顶 过从MTG赛前的语音的交流状态来说 好像他们还是蛮自信的 党队这张图目前保持得非常高的胜率 非常自信的能够选出来 就怕MTG有什么招 可以制止你的山顶别术 对 因为刚才我不听到MTG赛前语音 他们表现出来他是相当自信的 真的很自信啊 而且阿兵比赛开始前还有坏笑 所以我反而有点担心重庆狼队了 对 就怕中招了 而且这张地图上 还有顶级老六 当然要看一下前期的节奏 万一说浪队掌握了节奏之后 也不跟你打什么迂回了 对 最近他们一开始是进攻方嘛 果然跟我想的一样 又是一波小小的不捡包的打法 开局防暴就是很到位 但牙医这个点来得好快啊 要小心一下 画室附近 应该是有所察觉的 牙医这个点的话 频道训练赛 皮蛋啊 这种队位应该都有的 看赛 这把起居之后 位置还是比较靠后的 皮蛋先找到了阿兵 好妙 补枪都没有补上啊 牙医这里 太快了 这个时间点的话 牙医就不太好动了 他反而现在是处于一个很危险的状态 哦 好居 这个都看到了 牙医 火人还是露出了破证 对 在人数上面 两队还是持平的 现在狼队只能在 50秒钟左右的时间 捡到包装 往A点去走 因为西行这里已经传来捷报 A点 好像是比较空旷的 可以过来 MTG在看到B点没人之后 能够给到多少的压力 打到一个过点 卡尔有点粗心了 之后安仔再一拘带走 好准 继续继续 换年是不是 那个是不是 你是不是在中低看了一眼 我看了一眼 没事我先看他 下次我先上 我先上包二 我去抢一下吧 中低这么不好 安仔还是比较贴心的 因为刚才 凤年被拘掉那个点 其实就是卡尔 看了一眼中梯嘛 对 其实选手我们 他肯定会觉得 中梯跟 在圆盘附近的雕像点 对枪可能没有那么有力 所以让安仔来盯一下这边 跑到这一侧的话 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MTG把这边压力给得很死 但又是皮弹 哇每次打掉一个之后 全胜而退 阿兵这次宰到蓝宰 可以 双方 都是主局掉了 卡尔那边是主局 安仔的话是副局 是 狱击手 先各掉一个 最晚 打击枪告诉你 我这人 把皮弹摇过来 阿兵还是 想太少了 是 最近皮弹的位置真的是神出鬼没 而且他单杀的效率特别高 对 孔年也玩下来了 皮弹可以找到 我不是跟你正面的 EV的那种交战 我可以从侧面 直接把你干掉 而且他抓Tammy的能力很强 完了完了 刚吹完 这个Tammy也很怪 我们刚刚说完 单打独独的能力很强 然后又是抓Tammy 结果没想到 无尽一枪穿到了 MTC目前看得出来 他的人数互换能力还是挺强的 他至少不会让自己的人数 陷入一个特别大的劣势 对 他那个跑到一个 画室那边是两个人 然后A那边 我们打开空中路啊 可以空中 可以空中 可以 来 来 这把要空中 这个声音怎么感觉像是MTC的声音 因为我感觉刚才那个声音有点像凤年 但是又没有那么像凤年 对 又是中梯附近 卡尔又打到了凤年 卡尔说这把是安静我可以输 但是我要告诉你在中梯谁赛是居神 谁是什么真卡尔 谁是小凤年 必须要今天讲明白了 反正卡尔两个击杀打的都是凤年 就专打凤年 是一居回到CDM赛区之后被各路神仙 反复碾压 反复蹂躏 当然你想啊 你自己这个成绩这么好 大家肯定会有一些模仿 或者说效仿的点 对 如果凤年看了这么久 对面的卡尔竟然是自己的二重生 哇 皮蛋 他怎么不掉血呀 而且皮蛋打真的都是这种假 除非他打背身 你会感觉皮蛋打一个人就特别轻松 你看最晚杀个人 自己一滴血 那皮蛋打一个全身而醉 然后自己一滴血不掉 他有点像那种武侠小说里面那种 隔空使用一个招数 然后自己还活下来 又来了 你看 又没掉血 太夸张了 那现在对他来说压力有点大了 对面 两把局 哇 又拆分成了 三个一打一 小李汉流夹背了 但他是290 我觉得机会还是挺大的 嗯 时间不够了一点 哦 皮蛋 我的天呐 听到我脚步了 想要堵一下 我去抢一下 中一抢 抢中一抢 B点就帮我抢 他抢 再贴下劲 他抢 拿一把短线 他掉血了吗 他没有掉血啊 他应该打了四个 打了四个 对 他第一个打的是 牙医 完了 在花园那个位置 测测测点打了牙医 牙医 不管了 反正打了四个 来又打牙医 好好好 牙医目前从对位上面就没有赢过 因为他的位置太容易被对方找习惯了 对 那这个点有点太自由了 导致没有人帮他补枪的情况下 自己是没办法存活下来的 哎 看到过点 安崽 安崽 这一次终于是守卫住了凤年 没有让他再鞠了 对不对 打掉卡尔等于保护了凤年 正面的对枪上面MPG有点打不过呀 小鲤鱼和米豆都在A点附近 而狼队喜欢慢慢来 我先把包在50秒左右的时间捡起来 凤年这一去感觉MT就要掉人了 是 感觉有点回不来了 哇 米豆掉了 小鲤鱼 他的枪线上面是不适合进行远程攻击的 胆子好大 那只要再抬头 再抬一下头 就会被侧面的人给人击击 毕竟单举双杀 怎么一次等不到他出来 打几个 快回车 是谁打了一个雷 然后导致安崽可能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对 对 对不对失败了 连锁反应 好 西芹 两个人开始了 二人转 但小鲤鱼出枪稍微有点失误啊 并没有喷到西芹 对 应该只喷到了一个酒吧吧 那当然根据守恒定书来说 如果两人都朝一个方向转 那永远他们都不会追到 有个人戴了轻装 然后另外一个人没戴 对对对 这样的话就可能抓得到 物理问题 再见包 目前人数又是持平的 其实MTG在人数上面差的这么不多 是 但每一次碰到3打2这种残局之后 或者2打3啊 他总会 哇 你像给到这种平白无故的击杀 在地图点位的理解当中的 重新狼队总是没有打到他 所有狙击手回防 从来没有瞄我这俩位置的 我操他家人来跟你这把我跑去右边 我怎么又活这了 凤年好自信啊 所有具处为防从来没有瞄我这个位置的 行 这句话一说 记下来 以后就来了 我发现啊 真的能解决法尔的人 并不是凤年 对 你看牙医这位置 他都带了第六把了 这边的老奶奶都知道牙医在这个花坛了 所以我觉得可以稍微变通一下 是 然后MTG又是这样 经典逆风 节奏转不过来 又被安载突破掉 只剩米洞 当然我觉得我能够理解MTG为什么会这样做 是因为他的战术体系当中就是这样去安排的 如果临场再做更多的改变呢 队伍可能会更乱 所以是可以理解的 那就要抠细节了 你需要在比赛中把细节抠得更到位一些 毕竟这张地图也是重庆狼队选择的嘛 是 右身位有一个 但很难清啊 这个点位 看到安仔的见箱出枪失误 想补这一枪 立马被吸情抓住 不是不是不是 别说话了呀 给我爸呀玩狗 你真不清话 我就要中路跟他对一枪 从这段语音当中听得出来啊 穗婉在狼队的地位有一点像梦川川在DYG的地位 是的 只要他这个在队内当中的绰号有点意思呀 不过好像以前也有人是这个绰号耶 继承者 怎么就落到了这个称号呢 穗婉 他们可以叫啊 我们叫不了 我们不可以 你都又完成了一次狙杀 不错 现在MTG满边 只剩下安仔 哪里跑 来个闪 抱进来 最晚跳下来了 确定的定位 来了好多人啊 啊 完全被戏耍了 干 干 没被零分哦 干 干 MTG 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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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兄弟 全身 特别 第一分拿到之后节奏稍微转换了一些 坏了 安仔又发力了 还有谁 是不是卡尔才可以解决安仔 牙医终于换想法了 他真的换了 SA80拿出来之后 能够稍微在B点 手的稳固一些 但是还是要小心安仔这个点 卡尔能不能解决掉安仔 安仔请则再换一个位置 牙医继续来穿 卡尔终于锯掉了安仔 漂亮 那现在 碎碗 剪完包之后只能往A点去走了 卡尔再锯掉凤年 现在卡尔能对到凤年的胜率 是非常高的 对 这卡尔的击杀大概有一半以上 都是击杀掉凤年的 五载凤年 今天比赛可以输 但是对位我必须赢 我要向别人证明 谁才是 真卡尔 也不是 谁才是 哦 修脚 思愿赶紧溜 看一下中路 卡尔的细节做得还是很到位的 那个菜面好像让他摸过来了 事情也回到了金库 我只能再下一次包 我这一次下成功了 真的是枪林弹火之间 对完下完包之后还得手包 哇 这次得换球舞了吧 来到了中场 对 上方上的比分来到了7比1 其实具体来看的话 狼队在这张地图当中 山井别墅 不愧是百分百的胜率啊 在个人的能力发挥上 包括对于地球的理解 其实都要高于MPD一层 确实要高于 皮蛋这种个人选择的发挥 你给到他镜头 基本上就是一个对位单杀 对 MPD首先现在需要做好一个问题 就是他在跑道附近 他最起码要完成一个一换一 但问题是 他们现在做不到 就跑道这一侧 安仔一出来 可能去天聚一个阿兵 然后再迂回一下 再把卡尔给剧掉 对 那牙医这个点 他就变成了一个孤军 或者说在皮蛋正从中点过来 把牙医再给清理掉 那等于说B点 是像纸壶的一样的 就皮蛋他这个点 他其实是很有自信 在跑道这个外 完成一条龙突破的 但他怕怕谁 就怕米豆怕卡尔 这些原点的输出手 所以把安仔摇过来 先把原点的威胁解决掉 那皮蛋心想 哦 到了我的回合了 没错 安仔回合结束了 到我回合了 是 比如说米豆这个点 他基本上都会是在防守方 他都会在A点 对 这点就派一个卡尔 来看一下换边之后 哦 米豆 来了 这就是King所说的 米豆针对到安仔 阿宾也开始发威了 现在MT的整体 打起来就比上半场 要好很多了 开局一波速A 效果很明显 篮球场全部 哦 卡尔 躲了一颗雷 怎么在篮球场 全都是足球明星啊 泰马尔也来了 我感觉MTG的指挥 有一部分权力 好像是小鲤鱼的手里 对 MTG好像现在指挥 就是小鲤鱼 对 主要我觉得小鲤鱼才回归没多久 老将吗 因为我上次记得跟阿斌聊了一下 然后阿斌跟我说是小鲤鱼指挥 嗯 他的指挥 他属于比较凶的那种 凤年 卡尔真的专打凤年 卡尔逮到了 真的专打凤年 要图了狼队这边要苏星战场 包围圈 包老六了 米豆能不能左右开弓 空了一枪 打九八 可惜了 兄弟我刚过了六三拨 我就看到中级有点 结束这一分 天啊七分 我来啦 我陪你来了 没事我陪你来了 没事我陪你来了 我没手想了 没手想了 我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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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分了 也很欢乐 我发现是这样 心目中应该所想的就是要结束啦 卡尔又去掉了凤年 有点意思这样的人 是 卡尔又去掉一个 但皮蛋的突然的中联出枪 拿到了双杀 又只是米老洞还要被刀掉 MTG直接倒下 杀死了比赛 让我们恭喜重新老队 第一分当中 以9比2的大比分啊 拿下了胜利 对他们来说 今天的第一张爆破 还是比较轻松的 是 这张山景 依旧维持着百分百的胜率 三场三胜 这张地图 我个人觉得 在具体发挥当中来看啊 这个赛季 其实各大 队伍打的都挺少 狼队打的挺多的 打了三次嘛 吉他今天这场的话 打了三次 全是百分百的胜率 这张地图 只要吃什么选手呢 就吃这种 控制打的比较强的选手 比方说 像 Nono 像皮蛋 像安德 他们在这种 战场当中啊 单打独斗的能力 首先比较强 你即便给到了一些残局 或者说 一些自由人的位置 他能够打球 出其不意的效果来 对 脑子第一点聪明 第二点实力也强 对吧 是 这张图 说白了非常 适合 喜欢打拉扯的情况 像皮蛋 我突然一下 给你来一个 也不是说被试了 我特意给你冲过来 把你皮杀掉了 那正面战场上面 对方依旧是天然少人 来看一下 这场比赛结束后的数据情况 这场的话 应该差的就比较多了 狼队46个击杀 而MTT只有31个 差了足足有15个呀 确实是这样 但是MTT这一刻 选手没有说特别低的击杀 大家都是比较平均的 对 虽然说可能看到前期 MTT的前面 像阿兵 像牙医 击杀是比较少的 但这个队伍也不多呀 这样算了 好像也还好吧 可能对卡尔更多吧 卡尔都在逮凤年呀 凤年那几次阵亡 估计都是被卡尔打的 卡尔真的是专打凤年 对 来看一下选手的 这八个阵场里面 这八个阵场里面 到底有几个是打凤年 看凤年阵亡了多少次就知道了 八次阵亡 对上了 太恐怖了 就锁着凤年打 就看凤年的角色是哪一个 是 感觉至少一半吧 像卡尔也打 打掉过安仔嘛 好几个 应该两次多以上 是比较安仔 很总体来说 狼队是9比2 拿下了胜利 最高的击杀是给到了 最晚2.2的KG 一级F57的战斗评分 最晚也是 在队伍当中比较 最近也是越来越稳定了 越来越核心就存在了 MTG 看到 后点依旧是非常稳健的 一斗 卡尔 都是十个和八个击杀 主要 现在打爆部 MTG一定要看前点 前点它制动起来了 后点没什么大问题的 前点 MTG现在真的很难 小驴阿斌 牙一 牙一 牙一这个点的话 他状态起起伏伏 活动太严重了 毕竟他休息了太长时间了 他也算是一个刚回归的选手 没错 而本场比赛的MVP 给到了最晚1.57的战斗评分 是三个击杀 单回合的最高击杀有四个 这也是他本次的第一个MVP 在队伍当中 看有一个老大哥的存在 但是能砍下MVP 真的非常的不容易 也是恭喜他 本场比赛非常精彩 再回顾一下吧 看着我了 咋看着的 给随晚杀 随晚杀 随晚你快去杀随晚 随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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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爽了 甜爽 你能看看 没事 你下 你下你的包就行 你别看L强 有把剧的 真的有可能 你有什么手法 他去中路崩壞一下 他去中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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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咱倆都能去 那行 你去中路滑出去還是我就滑出去 我知道 咱來就捏個那個什麼雷 捏他出去吧 我捏不了 捏的話 煙就給慢了 可以往右邊滑 我要給煙的 我往右滑 所以咱倆可以接 我捏一顆 中梯 中梯 微波 皮蛋 不要緊張 皮蛋 你MVP要沒了 皮蛋 我真的緊張了 別緊張 你MVP沒了 把你加固點 不要玩了 我也不想玩 還有一個樓梯 掉了 掉包了 我看看 nice nice 好的 歡迎回來 那剛才看完了選手的回放之後呢 其實我聽到的對內 就是焦點說的是啥 就是這個MVP的歸屬 安仔一定在提 皮蛋裡的MVP要被搶了 甚至我還有聽見說 讓這個人頭給碎碗取杀 是 結果最後一個 也讓碎碗直接超越了皮蛋 拿下了本場比賽的MVP 對 我覺得適當的也是要給碎碗一些鼓勵的嘛 這個鼓勵就來自於MVP的一個次數嘛 我覺得 對內當中 不能說一家獨大 雖然說狼隊的所有的人都很厲害啊 但是在安仔面前 好像確實這個MVP 就會被安仔這個光芒 給拿走 看得出來 狼隊的這個休息室 確實是比較溫暖的 反觀像GYC那裡 大家都穿得比較厚實 是 MVP這裡也是比較厚實的 而且剛才看到 安仔的椅子就像搖搖椅一樣 後面八個正王全世界 已經踢到雲了 爸爸的爸爸 叫聲 真的 真的 MTG那幾個 真可惡 你說實話 你是不是跟他們說好了呀 碎碗 你是不是跟他們說好了 你猜啊 你猜啊 看見僵尸就不要打 是吧 那兩個人 我到現在都沒想明白 兩個人為什麼沒給你拉死 那是他們一個一個拉的 第一個他們一天沒摸到碎碗 一個一個拉的也不能被碎碗 那樣大字呀 還有那個米豆 不想玩的 噁心人 太噁心了 雖然你是不是在我旁邊揮拳了 不然對面怎麼知道我在 花兒 人家都聽到我的腳 臭 Pamiso 我是Namer Nager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哦 怎麼還沒開 丟個閃出去 吃八屁不念你嗎 哈哈 被閃 哎你看他 你看小李爆發貌還會動呢 你感覺狼隊賽前聊的東西還是比較有實質性的 八個陣亡全是卡爾打的是吧 後年 不過我覺得皮蛋有句話說得特別好啊 他說MPG好像有些克他們隊伍 哦 從某種程度來說上 從某種程度來說好像是我們贏 特別是卡爾這個點 來看一下MPG選圖方 選到了雪山之巔 不想看了 怎麼又是雪山之巔 雪山啊 我覺得這個勝率更恐怖啊 正好享受這個勝率 哦對 百分百勝率 這個百分百勝率 這個百分百勝率 無償五勝 就比剛才的山景更誇張 狼隊現在的熱點和控制都是百分百勝率 那今天怎麼都和狼隊打雪山呀 就不能換一張地圖打嗎 你別說啊 萬一雪山MPG有機會呢 一切皆有可能 那場的拼搶上面 MPG先拿到了一些攻勢 但後續狼隊的清場能力是非常快的 對 狼隊的雪山從二二年的夏季邀請賽開始之後 二三年的夏季邀請賽開始之後 就再也沒有輸過了 好恐怖 你這個數據出來就更恐怖了 他不僅僅是 國內的隊伍 就是包含這 國外所有的隊伍都沒有輸過了 應該是S6 S6總決賽被翻盤之後 就再也沒有輸過了 嚴格意義上來講的話要定格在這場比賽 嗯 那一場 是我們都認為挺久不容易的那場比賽 對 結果就那樣被翻盤了 然後狼隊痛定思痛 再也沒有輸過雪山的熱點 打醒了給狼隊打醒了 對 來看一下第一個點位當中 狼隊拿到三四點分 特意的銜接上面 來看一下小鯉魚 他帶的位置很關鍵 一個 所以R90加上262 應該是有減槍的情況 你聽 狼隊第一兜已經出來了 還行 吸琴隊伍拿到了一個小三殺 四殺到手 七連殺啦 八連殺 八連殺沒了 啊 吸琴八連殺 能不能狗一狗 九連殺 吸琴扶住 保護一下 摳一下隊友 喂 我的隊友在哪 保護下我 我11 啊 十連殺定格在此啦 非常優秀了已經 安在說我再來 安在 現在手感特別好 已經11 就有擊殺了 不過 看安在這個打法 肯定就不是奔著核彈去的了 一開始的時候 可能有點希望 後面的話就算了 想了一想 感覺沒必要 不過吸琴最近 近一年來的狀態啊 都是非常好 現在這個空對地 有點可惜 沒有拿到擊殺 不過大家可以關注一下 分數的情況 浪隊馬上交突破100分了 鳳年 最晚安在全部開啟終擊技能 哇 MTG 誒 要小心 復活點已經刷回來了 鳳年直接選擇拿殲滅者幾個掉 所以你明白為什麼我不想看雪山了吧 這場就是 這不明白為什麼要找最受 116分比4分嗎 是4分哦 MTG到底是順於什麼樣的考慮 才選擇了這一張雪山 對 只要這張地圖太誇張了 狼隊在這張地圖上面 首先打的次數夠多 而且這幫人都是雪山中的怪物啊 MTG終於搶到了尾分 哇 這邊狼隊還不準備帳啊 感覺這個時候去到雷大戰是最好的一個選擇 想來一波過點 轉點的過程當中看看能不能有所收穫 鳳年拿到了雙殺 復活點也在狼隊這一側 開始轉移 最晚目前才8殺 第殺果然是守衡的 最晚夭射帶走一個 踩住點內 這個分數差的實在是有點大呀 對 而且從我們小地圖來看MTG 甚至沒有辦法接近點位 來了啊 最有希望的阿B 他開啟了黑洞槍 他倒了 哇 那倒了就不行了 TG洞槍出場的速度還沒有 我說我倒了三個字 來了時間長 有點可惜 亞伊 等花槍好了 這一波可能是近點的機會 快近點 踩點 哎呀 打了一波大彈 你的速度太快了 狼隊再次返回到點裡面 最後的5分也可以吃下來 哇 那如果按照第一輪拿分的趨勢的話 狼隊是不是有可能 以最快速度結束雪山啊 176分 服務器內部目前是被MTG踩住 而重新狼隊是沒有技能的 因靠槍法能不能強行打進去 這波鳳年一馬當先 裡面聽聽聽控控制下來 二樓皮蛋也已經佔據下來 現在 內場當中 狼隊 就非常多的人了 甚至皮蛋那最晚已經解決掉了四個人了 狼隊目前每個人他都是以一敵二 就保證一個打兩個 就是一個人當兩個人 哇 狼隊有點打嗨了 他已經把人數全部擴出去了 對 再次回到點裡面 170多秒鐘的站點市場 邊緣平台 待會如果狼隊有技能加持的話 將會結束的更快 最後的8秒鐘沒有被控下來 狼隊有沒有想法去採壓一個尾盆 最後的3秒鐘是被MTG控下來 狼隊目前199 比賽應該會在籃球戰結束了 應該是要在籃球戰結束了 對 邊緣平台太難 站下50分了 40分是最多了 鳳年這裡見面者已經好了 對 對 你看 其實在目前的戰鬥當中 小鯉290還是有所壓制的 對 但不夠啊 對 對 就站點位包括一打一的能力明顯支撐 所以說現在T2的隊伍想要跟狼隊交走 你第一點要做好的就是要一打一 很打贏 但是這一點 確對很多隊伍來講的話 他做不到 很難做到 就是第一點已經非常難了 對 狼隊的選手 他的個人實力 我個人的評分已經是非常高的 對 鳳年這一把 站點時長一秒鐘 什麼情況 我打點外的選手 你是站點位的選手嗎 鳳年 果然是打開了 位置不要 你這 拉除菊強行打 因為碎腕來了之後 碎腕他整體的 站領時長非常非常的高 是 沒辦法呀 我要帶住手法的位置 我只能過一些比較累的火 他就相當於是KZ的鬼鬼 焊在點裡面 這個點位好像有點難接觸比賽 是 原來 打點的機會 這個點位如果全站的話 是可以直接做到比賽的 但好像是沒有這個機會了 應該要到雷達戰才結束 對 來看一下兩隊的擊殺的情況啊 MTT這裡其實大家還是比較平均的 除了可能牙醫稍微手感偏差一些 而狼隊目前皮蛋已經拿到了43個擊殺了 對 鐵彈珠上馬力挺難倒 鐵彈珠上馬力挺難倒 這把就來爭一爭吧 嗯 245分了 MTT再往點裡面去走吧 好像最後的5分還可以再迂回一下 有沒有終於技能 大家都沒有了 最後的5秒鐘 看一下狼隊能不能組織起最後一波的進攻 阿兵滑出來 小鯉也倒了 最後5秒鐘這麼難進 MG的任性真是足夠強啊 先把左側的邊緣平台清理一下 後年去期 讓隊友搖過去 小鯉也掉了 這波應該是有希望的 250分比110分 讓我們恭喜重慶狼隊 2比0 啊 這是奪怪了嗎 怎麼這麼興奮 咋了呀這是 我覺得安仔的興奮的點 可能並不是在於這場比賽贏了 可能是在遊戲當中有某一個特別有趣的部分 我覺得可能是MVP 安仔是不是超越了皮蛋 只有這個可能了 感覺最後的時候應該還是皮蛋 皮蛋這個表情就知道了 好像 悶悶不樂 哇 很氣 皮蛋面前悶蛋 采放的時候可以讓貝加為你們 把血面留給貝加 結果MG讓二追三 對 現在大比分的話 狼隊拿下了一場爆破一場 那點都是非常非常輕鬆的 那麼第三章的爆破 然後MGD選的話 他會不會選出 比較擅長的圖 感覺還是拿冰海這種類似的地圖吧 或者拿槍火 MGD的地圖圖其實還是沒那麼深的 打來打去的話爆破地圖就那麼幾張 對 突尼斯 冰海 黑花 加槍火 這幾張可能會局限在這兒 其他的地圖的話 讓MGD選他也選不出來 是 再加上黑花被搬掉的情況下 我覺得常規來說的話 加槍火 突尼斯或者冰海這樣的組 對 但目前從MGD的狀態來說的話 這一場比賽有點走遠了 來看一下團隊數據 哇 狼隊的這個擊殺 直逼200個 198個總擊殺 71個總速攻 比分上面 差的也是比較多的 最終要看一下MVT的規則 到底會得到狼隊的哪一名選手 難道安仔真的在最後的時刻 反抄掉了皮蛋嗎 皮蛋在剛才的鐵山當中 基本上都是在GD上的領先的 對 MGD的話就是小鯉魚這個點 超口迷鬥 因為他是個選外選手嘛 哇 牙醫真的是 700個戰兵得分 驚喜驚喜驚喜 700分 牙醫太受罪了 最晚的人更誇張900分 欸 你這麼一算啊 到底誰是MVP 給你來看一下 應該是安仔 他殺的多 然後 你個 戰兵得分也多一點點 哇 這個好難評啊 哇 這個 應該是安仔 應該是安仔 如果按照助攻來講的話 感覺有點像西琴欸 西琴還多四個助攻 然後戰兵得分還多150分 但是戰鬥評分是一樣的 嗯 要我的話我投西琴一票 我看西琴那個數據 更好一些 提蛋兵有沒有人考慮我的感受 怎麼本來好像是我呀 不是我的嗎 怎麼變成你了 不過確實應該從西琴 安仔當中選出一個 但是西琴的重王數的多一些 助攻數也多一些 這個 還是給到了安仔 MVP 恭喜安仔 拿下了自己的第13次MVP 他到了44個擊殺 8次的最高連殺 戰鬥評分是1.38 但是一起來欣賞一下 上場比賽兩隊的精彩交戰吧 第14次中選等 到決定的項目 那是 對 對 再次回看了一下 安仔刚才的那个激动的镜头 真的好像跟国冠了一样 我感觉他躲过都没能及过 他当时那种兴奋 我当时我还在想 到底是什么情况 结果没想到 就是因为这个MVP的归属 最后就给到了安仔 我感觉大概率应该是这样 他们可能再争一下 今天的MVP到底是给到谁 说不定请示范啦 什么猜一小 亮起来是吧 也要亮起来 安仔这么激动 是 那下一张图 对于MVP来说又是一个挑战 每次的挑战对他们来说 都非常的沉重啊 一张地图 不能这么说 可能是 倒数第三张地图的 有可能 翻盘之路就此开始 给他心想 我的MVP他 安仔今天怎么叫 他刚才跟皮特两个一直在 哭 打过来的 我仿佛他在打小屋 真的 站着小屋一样 我出去都是接子的 你们竹童一样 YES SIR YES SIR 是的展观 有没有伞 是的展观 那我当伞吧 我不可能独动的 我当伞吧 我的天 有多么独动的心情啊 想一大 懂不懂啊 带卡尔去吧 OK OK Let's go baby 再把先毕来 要带兵吧 我怕 对面撞到 我的你妈手抖的 我给你 谢谢 CC那个纯畜 谢谢你 像怎么玩 谢谢 这把直接开拓 兄弟开拓 我要拓头了 这把我要开拓了 我已经开始 红瘟了 你 红瘟了 一会儿 红瘟枪还把 直接 我操兄弟 手还有一点抖 手还有一点抖 换一下 我说了 我这把 我也手抖了 兄弟 我操你们怎么 手抖干什么 我打事情赛 都没有手抖 兄弟 我打个机会 手抖了 我不手抖 没事 这把看来是火的了 我不手抖 我打事情赛 一点感觉没有 感觉老大了 你觉得 我懂了 我知道了 我帮皮蛋翻译一下 在他的眼中 MTG 是大于高德拉 高德拉一个 大于战 对 而且啊 在狼队之中 好像手抖 是会传播的 是吧 纯染了 太有意思了 最后地图 给到了 图尼斯 哇 全是狼队喜欢的地图 不知道的 还以为是狼队的选择 真的 不知道的 这一位狼队选择啊 这几择 你们太宠狼队了 不能这样 我现在在努力观察 卡尔跟凤莲的定装照 两位选手的鼻子 稍微有些不同 其他都还挺像的 来看一下 图尼斯 狼队进攻方 MTG防守方 哇 狼队丝毫不减速 油门踩到底 啊 米洞 一枪双响 一枪进入了两个 又是狼队的鞋头 又是狼队的鞋头 这人说他的鞋头 这鞋头太好了 看到了 回到这道具 西勤这里冒着雷 下完包 回到双弓 哇 这个米洞这一颗雷 其实来得晚了一点点 是 这就一点点 我还在 两局被卡尔局制裁掉 再追到西勤 凤年和卡尔的对位 凤年 又倒了 又倒了 你看到右下 就卡尔的表情了没有 来我第一次 我就来斗动 凤年注意一下 这里不准睡觉 怎么就躺下了 知道你的支持 那我最后手了 还是我自己顶过去呢 你最后手了 你也可以来一起 就卡尔打凤年 格外打鸡血 是 本来以前的时候 可能打除他 就还好吧 除非公主 现在看到凤年 就追着凤年打 打凤年 自己个人枪法 个人状态 自动加持 300% 他就像叠那个 什么 叠那个刀一样 击杀掉一个凤年 叠一个肚层 然后 他现在已经 仇恨已经拉满 已经攻击 非常高了 如果说打完之后 可以收集 那个狗牌的话 感觉已经把凤年的狗牌 收集十几张了 对 普对镜啊 只剩下皮蛋了 刚才在A点的进攻上面 狼队就有点瓦解掉了 只剩下单边的皮蛋 个人的这个残局 有点难啊 这张地图想要一打三 真的太难了 果然最终被阿斌倒了 What can I say 最终带走 再来 再来一样的 再来三中是吧 对对对 OK OK 下个假的 我上黄部上了 OK 那我就 好像对中路啊 防守帮这次 是会更加注重一些 刚才还有个高光 在上一局当中 阿斌是在A点 打掉了两个人 一波小的生杀 哦呦 凤年 这次 直接被一颗雷给带走了 快醒醒 怎么凤年在图尼斯 养成了倒头就睡的 坏习惯呀 还没到点呢 他现在 以地为床 以天为备 比赛一开 立马就睡 ZZZ ZZZ是横批吗 横批 你怎么知道 卡尔 今天状态太好了吧 又狙掉了皮蛋 不会吧 皮蛋的那个故事 应该不会再上演吧 安仔 又狙掉两个 发力了 真正的主狙 他出现了 就是安仔 身兼数值 张行那个表情包 我吗 然后给他配一个主狙 我吗 我您说 我需要再冲等一会儿 你先帮我打一会儿 哎呦 这个枪空了 阿B 可惜了 冰冰说 阿B先开着枪 对 这一次 来 靠定点雷 安仔 这个雷没有经过细秒 感觉不会有一个太好的效果 果然如此 太深厚了 米斗 感觉有点难度了 安仔好自信啊 两个人都同步双拉 不要再接一次子弹哦 看头了 看头了 诶 4号位 并没有发现 这不知道 最后直接跳出来 带走我们的 就是等一下 我听到他 攻方有个 这个拉酸的那个 对不起 我去B 我去BBBB1 嗯 这个人他都进去了 你要去BBB吗 进你啊 我终于KBBG 我去BBB 你不用拿 C1 你也不用跟 霞格 再来看一下 现在 狼队的两位选手 皮蛋和凤莲 两个人正在 哦 集资买车 啊 我集资 一个人可能 没办法完成那个全款提车 两个人商量了一下 要不咱俩一起吧 你开一三五 我开二四六 咱俩一起出去交游 皮蛋说不行了 哥们先走了 下场说不定摩瑞来了 那怎么办呀 对吧 有道理哈 凤年没关系 他还存活 他还有击杀的可能性 并且卡尔已经倒了 所以放心的 去击杀吧凤年 凤年现在站位 愈发的保守了 他在找最稳定的击杀 但是看一下阿斌在干嘛 阿斌 阿斌忽忽的 哎呀阿斌 你到底要干嘛 怎么不能真点气 让凤年 不要开张 你到底是哪边的人 或现在来说 我觉得MTG 这一张的爆破 打的比第一张好很多了 在悄无声息的战场 另一侧 我们忽略了另外一位选手 哦 凤年 两人干嘛呢 要把这些弄 不明则已 一鸣惊人 表情略带一点凶狠 仿佛再说 来自够啊 看我这一波帅不帅 够了啊 呃我去够酒精了 心里面已经很紧张了 哎还好开张了 不然还好开张还好开张 其实内心 黄的一 差不多 去我 没关系啊 都已经开张了 反正现在我们要关注 就是牙医了 是的 牙医该如何 怎么办 牙医现在 世界聚焦于你 看到枪管了 哎呀一枪就传掉了米洞 哦 枪管太长也不是好事啊 哎 现在购车的这个凭证 已经来到了 牙医的手里了 先下包 牙医现在提的是 皮蛋和凤年的二手车 人家车还没提呢 曾经骑过吗 哦小鲤鱼 哦 锋鱼门 最速通关传说 一条臂通关了 哎 我那个斗 你那个剑调出来没有 不是我剑调出来了 我那个斗 是那个剑 没事兄弟们 兄弟们老规矩啊 反正还是老规矩 有点吓人 你要拿 这盒子是有点吓人啊 太吓人了 有点吓人了 这三喷 含金量喷出来了 看了一眼 298换位置 这时此刻 战场的另一侧 牙医 还在奋力地寻找 他自己的第一个击杀 然后对进攻的方向 还是在中路 更多的去找一些事情 还是那个点 MTG防守 这一侧阿兵 他总是有很多想法 是 这个是非常好的 但容易也被对方找机会的 这阿兵的习惯 现在慢慢的从 稳健防守变成了 主动去发现 找机会了 嗯 这也很正常 这阿兵 在做事的时候 总是孤身一人啊 牙医 哦 又被碎丸逮到了 碎丸一个台面 就是趁着对方动手的时机 哦 米洞 应该要被空降的人打掉了 是 现在狼队看到小李 都一点点的 他害怕 不要跟他贴近点了 再拉远距离 安仔 始终和对方 保持着一个非常安全的距离 最后用拳奏 手刃 我从A大 碰到9就要再飞出来 我知道 我以为你在9就要 我以为你在A大呢 我好微笑 我在我在我在 我在蹭他 我主要在蹭他 他他妈 他在后边不敢出来跟我 nice 啊 比带心想 没事 反正我要一个人头 我就后面喊nice就行了 哈哈哈 带克 打得越多越好 真的 我发现了 能够治理掉 R9的方法 要不就是你跟他拉远距离 拿锯给他打掉 要不就是你拿皮套 直接给他打断 是的 天下武功 唯快不破 阿兵又来了 阿兵我觉得 可以稍微再保守一些 因为现在分数是落后的 牙医开招了 阿兵这次被西琴带走 哇 只剩卡尔了 这一次阿兵一个人倒就算了 他还带着牙医过来一起 是吗 是的是的是的 我赶紧上9就要跑过来了 我听得不像你的脚 再来再来再来 就怼他 现在这把开闭啊 他上把给了三个雷 我倒霍天 你从阿兵这种行为来看的话 阿兵缺少一个 和自己配合的内容 因为牙医那个点的话 是在守风鲤门的 小鲤这个位置呢 也是在风鲤门附近 对 稍微有一点点的出口 小鲤 牙医跟小鲤说 哎 这个风鲤门 所有人要搞我 小鲤直接说 帮你解决了 那狼队这一侧 只剩西勤的一打四了 位置上面 差不多已经被锁定了 看到狼队这一侧的 最高击杀是安仔12个 RMTG小鲤鱼 也有11个击杀 对的 小鲤鱼这种选手 你要把他放在一个 合适的队伍当中 他就能够大放光彩 对 从现在目前来说的话 感觉 他有点单兵作战 我感觉小鲤跟阿兵 其实可以配合一下 但总感觉 他们两个的位置 没有实现出那种 配合的感觉来啊 感觉MTG队伍当中 应该是阿兵跟牙医 是抱团的 至少是在这张图当中 是这样的 哇 四抓一 给到西琴 足够尊重啊 四个人抱他来抓 上半场比分 来到了5比3 MTG算是喘了一口气啊 拿到了三分 看一下中场的交流 能不能让两队 多一些新的思路出来 好 先生一个懒腰 感觉在上半场当中 MTG还是那个点 他不会让对方 一拖给团灭掉 但是在后续的 残局的处理上 比如说2打2 3打3的时候 就有点 火力度局势了 对 你们今天安仔 格外的开心啊 是 她全体都很high 和皮蛋两个人互动 也很频繁 安好皮蛋 没有坐在安仔的旁边 坐在安仔的后面 突然感觉两个人 要跳起来了 跳起来 然后就是身体 招在一起 特殊的庆祝的方式 冲 冲就完事了 再空了一枪了 再空一枪 第二枪 小驴非常干净利索 哦 西琴 烟中混出来之后 又是击杀掉了 冰跟牙医 这两名选手 是 西琴打得真的大呀 这两名选手是MPG的 双胞胎 白给率有点高 哦 自信收枪 幸好米特最后一枪的 穿射地带走了西琴 阿达 又是来到了 凤年已经空了几枪了 好像有四枪了吧 终于命中了 终于 卡尔 看你的了 卡尔触发这个buff了吗 哇 怎么凤年打的卡尔 这个辣椅子 我问你 这个大鼻屎 我要吐了兄弟 兄弟 兄弟 我想吐 他妈小鲤鱼一身了兄弟 我那个豆瓦 我心死我了兄弟 豆瓦的 这大鼻屎真恶心死我了 我以前要给你吃 被R90恶心到很正常呀 这把枪线 大M 曾经在大M的手上 可是把 那个打破防的 对 确实是把人家打破防的 90又来了 90又来了 这次倒霉的是凤年 这时候凤年 既然你不喜欢 那就由我来承受这一切吧 哇 只能说多么高尚的精神啊 多么伟大 伟大 无需督眼 细行 简绝掉了小鲤鱼 只剩安在 只剩安在 我没单 牙医 每次都是他 该来的还是会来 看到米豆了 但过点没有把握的机会 只剩下15秒钟的时间 时间也不太够了 保肥格 可能再打一个吧 保育格 时间也不够了 практически下半场 李和 Anders yum 2分 不要动 红了吗 放了嘛 快要跌了 来来来 啦 别想抱 了 看一下速墙A 这波爆弹 进攻之下 道具一开始是没有太多收获的 小鲤鱼 风鲤们杀过来 岁晚能不能换一个 没换机啊 小鲤鱼想补防 从狗兜补防过来的人 但是没有收获 正面西芹守住了阿B 守两个 破了 只剩凤年了 你别说 MTG这样子的攻势 还真有效 又只剩下远点 或者后点的 后年了 对 你补防过来的人 也被MTG一个个的 收掉了 好 牙医 牙医自己估计也没有想到 小鲤鱼目前已经16个击杀了 全场最高啊 对 下半场连决了非常多 压抑又是你 小鲤鱼这次被凤鲤直接狙掉了 这样的话 至少在近点方面 狼队的压力会减小一些 4打3 4打3 MTG要不要转 转的话可能会被狼队在中路给发现 抓到了 抓到了 但是安仔是一把狙 只能往后去走 一动 拿了包之后 选择心意直接下 一旦 在绕大边 就要看 卡尔能不能盯住他了 哦 选择直接避开 我往九尧要去走 卡尔好像并没有察觉到 哇 卡尔 我双杀 现在安仔拿出手枪之后 也把密斗给带走 哇 只要把舞台 给到安仔 他一打一 感觉是狼队当中最令人安心的 以前可能还有点犹豫 我说实话 我以为没人了 我准备去拆包了 发现双狗还有个人 我刚想说有king 不好意思啊哥 没事没事 别看其实是安仔 一个人在打残局 他其实是五个人在打残局 是 沟通这就很平凡啊 沟烟 往狗洞去走 这时候要关注小鲤鱼在哪里 刀包老师非常 非常懂我 我刚想看小鲤鱼 嗯 牙医爬上了高台 这波牙医直接被皮蛋拉脚 都带走了 牙医今天太倒霉了 哇 哇 吸气的反打太漂亮了 可以看到阿兵这边打了两个接近满血 但是很可惜都没有打掉 哇 这波卡爱小鲤鱼 你个有错过 小鲤 应该是个单子的三杀 满满 哇 草 太老了 哇 感觉MTD队内的语音沟通非常的兴奋啊 很想翻盘 6比7 狼队作为防守方这一侧的话 能够感受到MTD给到的巨大压力 这一波又是抱团 又是小苏苏 B点又来了 凤年能不能狙掉 队外已经支援过来 对 阎风的太死 导致狙击手根本没有办法去做发挥 速下包 下完之后 你都去看后路 对面会不会率先出击 哦 卡尔 拿着鲸 主动把皮蛋给清掉了 背面少人的情况下面 比分感觉不平了 暗带凤年各局到一个 目前二打三 狼队的双击 直接踩高点 暴徒带走卡尔 难道说 给到凤年的机会有吗 是一把手枪啊 还是被米洞的Oden收掉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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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小鲤鱼的指挥感觉很硬气啊 他是那种鹰派指挥 他真的是很硬气啊 就感觉 平时好像笑嘻嘻的 你到关键时候 决策就非常的过断 跟他的R90一样 虽然这一波小身位的peak 被卡尔抓到了机会 狼队 这一分 会不会 让对面先拿到8分呢 好哎 可以看控制了 哈哈哈 亚裔单局 已经拿到双杀了 小鲤鱼再来 停掉了皮蛋 只剩下凤年 凤年 经典有个R90要小心啊 真的 他只要往外出 那基本上就没机会了 先鱼掉一个 第二个没有命中 哇 打了98 不愿 差一点点 走 OK 啊 干他干他干他 他猪牙了 拿进拿进拿进 行行行行行 OK 气势起来了 MG的气势起来了 就这是先方 狼队的大好时机 看狼队这一波的价位 还是一个常规价位 一号的比较静点 最晚 漂亮的定点雷 炸掉了前RA的牙翼 防RA说得很到位啊 在中午也吃到了道具 感觉道具这里 狼队用的真的是不错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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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仔在帮忙架枪 皮蛋就看着这颗雷在自己的脸上 卡尔想要卷套 哈哈哈 皮蛋真的是大心臟呀 差别屎给我盆爆了 哈哈哈 没事没事 没事没事 我得被喷了 有八九次了就那 想他们顶了 想他们顶了 确实如此 也不得不说 连皮蛋这位顶级选手 都对小鲤这把R90有所忌惮啊 这可是皮蛋呀 是连打尸顶赛都不紧张 都不手抖的皮蛋啊 而且八比八来到加持赛 来到了大师赛 却平凡手抖 究竟为何 欢迎关注今晚的贝加说法 哈哈哈 以后给皮蛋做一个专访 专门问他 每天都问他你有没有手抖今天 哈哈哈 狼队啊前期先掉人了 慢慢目前换边了 对 感觉狼队在进攻方这一侧的话 他打的会更加顺手一些 这就是皮蛋先掉的原因吗 皮蛋老倒霉蛋了 这局被R90喷的手感都没了 在我心目中 已经默认变成了狼队四打五了 MTG A点这能不能守住 还说狼队现在转 极限的要转吗 已经只有40多秒的时间了 还要转 时间真的够吗 确实太极限了 压力给到了牙医 专挑软柿子捏 牙医一定要稳住啊 因为自己的位置 在狗洞至少能一万一 我溜了溜了溜了 这就是 受害者视角吗 这牙医刚开了两枪 狼队的队员迅速就把枪口描向了 牙医这一侧 牙医直接摆给正面拼枪 就是拼不过狼队啊 最致命的一点是牙医 没有人帮他补枪 他就是一个牺牲位 能一换一最好 不能一换一 那你真倒霉 哇 这一题好像要被狼队解析成功了 凤年又拒掉一个 只剩米洞 米洞高点一把欧的该怎么办呀 凤年空债成功 9比8 狼队率先达到了 拒点 你切人就选了 换人就选了 拒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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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屁丹正面换掉了牙医 那还可以 不过卡尔这个位置 严重噩鬼啊 阿比也逮到了对方的狙击手 还在凶手 我冲在 玩不到 二 要9比9了吗 这波速刷太成功了 感觉狼队 如果 如果在加勢賽當中,MTG這麼選擇的話,可以賭一邊啊 賭一或者賭臂,再打反攻就好了,這可能更適合狼隊一些 對,他們沒有發現到這個問題嗎? 兩隊都是在進攻方打得更好 是,超中小路,可以的 OKOK 他不會輸逼吧,這把 沒了,22排 這把 在B點會有些想法嗎? 但狼隊一般在進攻方 先要去的地方就是中路 中路給到一些壓力之後,往後去撤,又來到酒窖 酒窖大部隊的集結,樓下有阿兵和米豆 我沒有完全丟進去 是,看一下這次狼隊直接空降 空降下來一個也沒有掉 一打一全部成功了 這就是狼隊最熟悉的劇本啊 就靠個人實力碾壓你 空降下來你拿我沒有任何辦法 是,來看一下鋒利門這一側 牙醫和A鞋 還有小鯉的一把290 哇,牙醫拉過來 卻沒有辦法拯救團隊啊 也只剩卡爾了 封年,又是你 卡爾好像數點機會的 拒掉雙孔的一個 哇,吸情的身位也把過得很好 並沒有給卡爾這個機會 你們幫B,你們幫B,我想辦法換你了 我去把,我把火爆鋪給封禮門了 我去今天樓梯接吧 我給的是那個入口 但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想法 感覺 把皮蛋搖去B點,看看怎麼樣 15現在在的 皮蛋和鳳年,對面想要速度阿B 去今天樓梯接一波 皮蛋就看你的了 想法很好 碎碗中路斷了 小鯉的吃閃的,他不敢抓 啊,他在拿J358下來抓 我沒有看錯吧 比賽要終結了 只是你動 太自信了 這就是狼隊的自信啊 乾淨俐落 在加實賽道中帶過了對手 恭喜狼隊,以3比0 拿下了今天的比賽 比賽反而 能夠讓我們好好的去學習的 其實都只有剛才 而且安在那個點的話 我感覺有的時候這就是 明星的選手就是X的音助 他往往能夠在我們不可能想到的操作環節當中 他就做出了這樣的操作 怎麼可能拿J358下來偷人啊 他很怕 主要他對自己的主舞 全副舞技都很自信 是啊 他怎麼樣選 都是可以成功的解開這個局面的 太強了 這就是狼隊啊 跟隨狼隊今天的比賽 中央直達的還是比較快的 最後一打的 夫妮斯來到了小小的一些加持 我覺得也看得出來 MTG他的韧性也是很強的 甚至他幾波在進攻方的速攻 黨隊是有點招架不住的 MTG今天的速攻卻打得很漂亮 他的中夾A中夾B 包括在A點的五人速攻當中都做得很好 尤其是小羽這把R90 在B點當中皮蛋遭殃了多少次啊 他自己都說到這R90太噁心了 打了我七八回了 小羽這個點確實是比較難針對的 像之前有問過其他隊伍的選手 怎麼樣針對到R90 就盡量不跟他去交戰 只能這樣了 盡量不跟他去交戰 就是逃唄 就是躲避他唄 那有些爆破的點位當中 你是沒有辦法 你避不了那個點 你只能去跟他進行交戰 對有的時候躲你也躲不掉 對 但總體來說看得出來 今天小羽他的個人狀態是非常好的 他應該是全場最高的擊殺 強啊 對於小羽來講 剛回歸拿出R90 就能有這樣的表現 他的非常不容易啊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這場比賽結束之後的團隊數字情況 重新狼隊一共是拿到了78個擊殺 而MTG只有71個擊殺 在總輸功方面的話 狼隊是落後了6個 在KT方面的話是領先了0.2 重新狼隊整體的表現還是非常nice的 在加速賽當中呢 也是自己頑強的韌性 在進攻防守方 通過安仔的一波小指揮 把皮蛋搖去了 並點防守 中路最晚又斷了一波 再加上安仔自己在中路陽台 跳下來的大膽操作 造就了最後的翻盤時刻 但是今天不得不說啊 MTG蒙虎隊在今天給我們展現出來的 爆破凶寒的打法 也是值得老隊去學習的 也是值得大師在目前很多隊伍去學習一下吧 我覺得在爆弹體系當中 MTG的果斷 包括R90的果斷使用 破點方面的都是做到位了 這場比賽 看一下MTG的選手個人數據 MTG拿到了15個擊殺 14次的陣亡 一次提供KD1.1 下的比賽1.01 真比MTG這把的表現 只能說中規中矩吧 發揮的話 就是一個正常錄 並沒有說改變戰 但也不能是他有多坑 就是一個穩健的後點 而卡爾這一局的話 就是一個表現 對於後者的壓制能力 也是體現到 但是關鍵時刻呢 卡爾沒有打出來 就是 沒有改變戰績的魔力 如果MTG想要往前推 走一步的話 卡爾要慢慢成長 為上安在這樣的選手 他才能占領MTG走的 越來越遠 1.1的KD 1.06的戰鬥評分 而小鯉魚在這場比賽當中 表現的是最為亮眼 23個擊殺 14次的陣亡 5次助攻 KD1.6 戰鬥評分 1.57 當之無愧的明星選手了 在這場比賽來講的話 他能稱得上這樣的稱號 23個擊殺 在和皮蛋的對位當中呢 是多次完成了單殺 讓皮蛋直腦頭 下一位選手給到了牙醫 在今天的整場比賽當中 牙醫的表現都不是特別好 當然跟他休息了大半年 也有很大的關係 4-19-11 0.2的KD 0.4的戰鬥評分 最後一位是給到MTG的阿兵 13次的擊殺 16次陣亡 KD0.8 戰鬥評分 0.9 在三點突破當中呢 阿兵和牙醫 兩個人的配合呢 在目前來看 略顯 1米 只能這樣評價 因為阿兵和牙醫的突破能力上來看呢 也有 但是阿兵他作為 團隊當中慢慢往後靠了一點 他起了一把歐的 有的時候會拿歐的這把槍呢 來進行輸出 全體來講 MTG就是缺錢點 只要小鲁魚這個位置 他玩的比較自由 個人感覺還是要找到一個最佳的搭配 把牙醫這個點子給發揮出來 不然的話 MTG也是很難走出目前的困境 而狼隊這一側呢 首先給到的表現最亮眼的選手 肯定是要給到安仔了 22個擊殺 14個陣亡 沒有助攻 2.2的KD 戰鬥兵分更是達到了1.4P 在狼隊這一次呢 是最高 全場達到了第二 而表現第二號的選手呢 是給到了西琴 16個擊殺 15次的陣亡 4次助攻 KD1.1 戰鬥兵分1.11 那西琴在King離開之後呢 他的表現不見成為了 狼隊的支柱 可以說 如果他表現拉胯了 其實狼隊目前也不會有 這樣不好的一個成績 正是因為西琴的一個穩定發揮 他的表現不是像之前一樣 時好時壞 而是持續穩定在發力 才有了目前重慶狼隊的20分啊 這場MVP也是給到了重慶狼隊安仔 戰鬥兵分1.47 22個擊殺 每核軍傷呢 達到了99.75 三回合最高拿到了三殺 這個賽季也是拿到了14次MVP啦 感覺這個賽季常規的MVP 安仔應該是已經預定一半了 太強大了 從S3開始就 穩定保持著如此優秀的狀態 S3 S4 S5 S6 都是常規賽的MVP S4賽季更是拿到了 應該是S4賽季 對 他更是拿到了FMVP 對於狼隊來說 安仔的穩定表現 以及爆發力 也讓他們 可以爭奪一下 循環賽的第一名 階段一的同名 中心狼隊也是可以去爭奪一下的 我們再來看一下 在今天的戰鬥名分Top10當中 米豆 鄧老師 排名第六名 1.06 最晚1.03 卡爾的話 阿斌啊 牙醫啊 今天都是沒有表現的特別好啊 比較落後 小呂今天是M7季當中 表現最為亮眼的一位 戰鬥平平達到了1.09 奉年排名第四 1.1 西琴排名第三 1.16 皮蛋1.18 安仔1.27 哇 安仔還是持續穩定在發力啊 再來看一下 墳場的戰隊助威直 重慶狼隊達到了恐怖的 15.99萬 啊 接近是16萬的助威直了 而MPT是8850 好了 這場比賽也非常精彩 讓我們來趕緊看一下精彩時刻吧 測試 205 英文 到 evol Dem 2 中文字幕 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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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